这是我见过求生欲最强的小熊 他被一只很利的美洲狮给盯上了 狮子一个箭步 快速地奔向了小熊 等小熊发现时已经晚了 危险正在迅速向他靠近 小熊拼命地逃跑 但他的速度与狮子相比 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狮子离他越来越近 小熊躲在一块石头后面 想看看能不能躲过狮子 却发现这根本不管用 狮子还是发现了他的位置 小熊赶紧继续拼命地往前跑 此时 狮子离他已经不足百米远 小熊被逼到了绝路 他已经无路可逃了 穿过独木桥 小熊来到了桥的末端 却发现这个天然的木桥 并没有连接到对面巨石上 他赶紧回头想寻找其他逃跑路线 却发现 狮子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堵住了他的退路 小熊惶恐不安 吓得趴在了树干上 狮子是在必得 缓缓靠近小熊 就在他要得手时 突然发生了意外 树干的末端承受不住小熊的重量 直接断了 小熊掉到了湍急的河流中 小熊拼尽全力 抓住了那截断掉的树干 顺着河水一直飘到了下游 狮子不肯放弃 他直接追到下游拦截小熊 小熊眼看情况不妙 直接松开了树干 用小腿用力一蹬 用尽全力逆流而上 游到了岸边 上岸后 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狮子又追了过来 疯狂地攻击他 小熊不愿束手就擒 成为狮子的美餐 他不断地反抗 但他的奋力反抗惹怒了狮子 狮子的攻击变得更加淋漓 更加凶猛 小熊被挠得满脸鲜血 发出惨叫 就在狮子要给小熊致命一击时 小熊的身后出现了一个身影 是小熊的大德来了 狮子顿时被吓得落荒而逃 他可不想惹怒小熊身后的庞然大物 小熊终于获救了 他靠着自身的顽强毅力 摆脱了狮子的追杀活了下来 他开心地奔向了大哥 大熊不停地舔着小熊的伤口 安抚着小熊 有了大哥的保护 小熊也终于不用再担心狮子的追杀了 好了 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老帅 你们有什么想看的 可以在评论区打出 我来满足你们 关注老帅 看更多关于动物的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 结束了 小熊